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我们现在怎么解除呢 因为这里面脸书有很多东西 你们自己有空再回去慢慢看 只是你可能要去知道说怎么分析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书籍 就是跟我有关系的书籍 我去按赞 按赞知道吗 我去拿几个网站成这样的 这个站呢 所指的应该是 好像是社群 你要变成他的一个粉丝 那个意思 好 那记得 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脸书 了解说怎么样解除第三方的绑定 在这里 选项集设定 资料来源设定 这里面是不是有脸书 然后编辑权限 删除 确定 确定 实际按旁边的清除权限没有用吗 哎呦 我觉得应该 应该也可以啦 清除所有权限就把正面全部都清掉了 好 只是 只是我我比较喜欢讲这个编辑 然后 接下来 你看像我现在我把它关掉了 关掉 我再重新开 我的 POWERBI 我要连脸书或者是GA 它全部都必须要再登入 所以这点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当然你的电脑你可以不设 你可以不登出 一直持续使用 但是当你使用公布门的电脑建议你 应该是要登出的 这个脸书 连接 继续 例如说假设我现在要我的 例如说 站 然后确定 它就会要求我登入了 好 这点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想我暂时就先介绍到这个地方 我接下来 请你们也先动手离开那个脸书好了 就是 请把那个第三方板定先解除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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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